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增强防护力 还可以抽总奖额205万元的好理哦 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陈燕元率先开打XBB1.5疫苗 以身作则呼吁民众接种 随着秋冬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农历年节将至恐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与卫生局呼吁民众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与他人 打疫苗抽保理 新冠疫苗防护加疫 那而且呢 就因为之前可能已经三年 大家对于这个防疫工作 也是非常每天都非常紧张的在面对 所以一旦流氧化之后呢 反而就比较忽略了 在这时候要继续的保持健康 要打疫苗的一个重要性 那所以呢台北市这次特别针对我们新的这个XBB 的部分 要有一个催打 要有一个催打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 我们1月1号到1月31号 打疫苗的部分就还会有抽奖的部分 台北市总拿出205万 来鼓励大家来打这个XBB的疫苗 那去年我们其实莫德纳 已经XBB打了大概9万5千多 9万5千多支 那今天这个开这个记者会呢 一方面是莫德纳的部分 我们6个月以上都可以打 那另外今天开始呢 就多了Nobalabs的部分 是12岁以上也可以打 所以等于是民众可以有两种疫苗的选择 那今天我提到说 大概因为这边已经全满了 所以就代表说其实大家也开始有注意到 在这时候打疫苗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现在到了比较是流行的 更流行的阶段 还有一个呢 提醒大家要打是因为 再来就是过年的时间了 那过年的时间呢 是我们除了工作忙碌之外 还会跟朋友 尤其跟家人团聚的时刻 所以这时候把自己保护好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从去年9月26日开始 那个关于新冠肺炎的疫苗 莫德纳开始可以在台湾施打 那打到现在大概整个台北市的打气 并没有非常的好 那可能因为最近大概陈如刚才提到 人员的流动啊 或者是这些选举啊 或者是这即将面对的春节 所以慢慢打气有一点点回升 不过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为了要刺激 这个疫苗的一个打气 那我们提出了一些奖励的措施 那大概从今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1月31号 如果有施打疫苗的话 新冠肺炎疫苗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奖励的措施 那也鼓励我们台北市的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够尽快的到医疗院所来施打相关的疫苗 Nomavex XBB1.5开打 让民众多一项接种选择 台北市共13家医院和58家诊所可以施打 卫生局同时推出方案 涉及台北市且出生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 在1月底前施打新冠XBB1.5疫苗者 可以抽1万元等值礼券 台北市目前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 它大概接种率都不尽理想 所以这也是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来吹打的原因 那当然有提到说这些高风险族群 包括说小朋友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 那个是比较容易在 如果新冠得到新冠之后 比较容易有一些病发症 这个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希望年长的市民朋友 尤其是65岁以上 那目前还有一些奖励措施 包括说可以拿一些快塞剂 那当然年长市民朋友要拿快塞剂 要施打疫苗的话要尽快 因为如果这些快塞剂发完的话 可能就没有快塞剂 不过我想来施打接受疫苗的接种 当然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避免并发症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尽快的鼓励年长市民朋友们 一定要尽快尽快到医疗院所来接受疫苗的施打 主要是过去的疫苗跟现在的疫苗是不同的 应该是不同的猪 猪就是一个strain的差异 所以过去在Omicron的这种强势的感染下 但是现在新的疫苗变化 还不是疫苗 病毒本身变化非常快 特别是今年的入冬以来 其实疫情非常的严重 严峻 大家可以到急诊处去看 都是COVID-19跟流感双重 两个病毒都在试验 所以大家可以到急诊的话 就会发现这样 那事实上今天开始施打Novamex 事实上是针对最近流行的COVID-19的病毒株去做出来的 而且它是一个蛋白质疫苗 所以副作用效果应该是不错 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这段时间赶快来施打 因为今年入冬以来其实疫情一直在升温 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像过去三年那么严谨的一个管控措施 不过该有的现在是在很多病毒都在肆虐的状况下 也有专家说是免费负债 因为过去我们三年大家口罩戴得很好 那洗手也都洗得很好 所以很多病毒都没有得过 但是今年入冬以来确实不只是COVID-19 很多其他的病毒 所以虽然我们已经是解封的状态 大家可以自由进出 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可能有高风险的地方 像医院我们都还是口罩都戴好戴满 那民众到一些人群积极的地方也应该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 活动会抽出两千名获得一千元礼券外 还一年零分五组各组都可以抽出幸运额获得一万元礼券 总奖额达两百零五万元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提升自身防护力 刑事局宣布侦破一起宁古塔诈骗案 有八名被害人遭骗走1.2亿元 刑事局经过深入追查 将陈信主贤等11人居提到案 其中一位相信嫌犯企图搭击逃往泰国 被检方深压获准 大批警力进入屋内压制嫌犯 刑事局去年3月发现有黑帮分子组织诈骗集团 锁定持有铃骨塔位等殡葬商品或债权凭证的民众 由集团成员分别假装金主买家业务员等 谎称已经找到买家要高价购买 再以现金交易做假金流记录 以规避查税等话数 诱骗至少8名被害人交付现金或抵押房产 其中台北市一名八群老翁 被骗走价值8000万的房产损失最重 这个案子让透过金融 还有监视器影像调略 发现这个犯罪集团是锁定 目前现在先持有殡葬商品 或者是债权之人为失照的对象 那主动这些成员主动跟被害人接洽 愿意来媒合买家 并且找过这些被害人急着欲脱售 他手上先投资的这些商品的心理 像被害人杨称已经找到合适的买家 但是交易金额过大 如果贸人交易的话 容易被国税局盯上必须缴交高额的税款 因此他扬称用交付现金的方式来制造金流 规避国税局的追查 那如果现金不足的话 会请这些被害人使用他名下的账户 名下的不动产拿去设定抵押借款 造成被害人背负庞大的债务 经过深入的追查 他发现确认他幕后是有竹联班的人堂 名人会新店分会的诚信分会长为首脑 并且指挥旗下成员假骂是公平交易委员会 或是国税局向别人来传达不实的讯息 警方经过深入追查发动两波行动 拘提诚信主贤等10亿人导案 并查扣主贤账户存款 2000多万的不动产抵押权 及房地腾本等张证物 刑事局还将被害人房产遭设定的抵押权 报警法院裁定扣押 防止被害人被犯罪集团利用民事途径追讨债务 遭受恶毒伤害 针对被害人名下等不动产所设定的抵押权 向法院来申请裁定扣押 来防止被害人遭到犯罪集团 透过民事途径来追讨债务 来防止被害人遭到第二次侵害 有效保障被害人的财产权利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涉嫌违反诈欺罪 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其中一位相信嫌犯企图搭击逃往泰国 在机场被警方拘提 随后也被检方深压获准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国民党立委王恒威 李德维林维洲 针对民进党立委罗志正 卷入不雅影片的风波 召开记者会 王恒威表示 调查局以侦查不公开为由 不公布影片声位的检测结果 到底影片和录音档有没有被伪奏呢 必须要尽快厘清 修出调查局回函 上头写明基于侦查不公开规定 未公布检测结果 立委王恒威表示 罗志正身为国防外交委员 最近流出大量个人影片声音档案 必须尽快厘清真相 包含刑事局还有调查局 都分别对外说明 快的话一天 慢的话48小时之内 都可以完成鉴定 所以呢 在昨天一上班的时候呢 我就发文给我们调查局 说是不是能够因为他是在1月2号去做检举 那么昨天是1月8号 所以他的结果早就应该出来 而且昨天大家也看到媒体也报道 事实上结果已经出来 那么昨天在下班之前 法部调查局回函给我 那事实上也证实了 他们完成了相关影片的鉴定 那么但是呢 他把他再转交给 新北地检署去做侦办 那他是以所谓的侦查不公开的规定 就如同刚才林维州委员 说这个呢 他没有公布检测的结果 那这一点当然已引起舆论大华 也就是说既然这个影片的见识结果已经出炉 但是为什么不予公开 这么长的时间 不去公开 到底里面有什么鬼 而且呢还谈到说 这个要当事人来同意 去年底的时候 北检为了针对这次大选 他说可能全国有很多的重大假讯息 那现在也确实离选举非常近 当时法务部长检察总长亲自视察北检 而且做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 要求这些检察官 也就是黑金专组 应该全天候值班 而且遇到全国性重大假讯息 应该立即澄清迅速下架 溯源追查主线 如果按照这样的原则 所以还有什么侦查公不公开的问题呢 因为罗智政是国防外交的重要的委员 如果他的影片 性爱影片 或者他的录音档一再的外流 而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是伪造的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罗智政委员 你最近你的手机有遗失吗 你的手机电脑有遗失吗 有送修吗 因为如果这些的影片 没有办法去证实是造假的话 我们更关心一个重要国防外交委员的 他的手机电脑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已经出现严重外泄 另一位李德威之一 调查局不公布结果 让中国介入选举的说法无法证实 甚至是打脸赖清德之前的说法 当赖清德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主席 第一时间说相关的影片是中国介选 我想请问现在调查局的结果 是不是打脸赖清德 赖清德释放假消息 该不该被关呢 该不该被调查呢 刚刚我们王后卫委员这边说的非常的清楚 法务部蔡清祥部长 邢泰昭检察总长 要求立即澄清 迅速下架 作员追查祖贤 今天祖贤不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身边 请问今天的结果不公布 能够证明是中国介选吗 每当有对民进党不利 对民进党候选人选情不利的时候 很简单 四个字 中国介选吃盗饱 就可以应付一切了吗 立委林维州秀出照片表示 影片中可以看到被拍摄的人背后有志 罗志正大可为自己澄清 给大家看照片 这个身体特征 它背后有一颗字 这个影片 其实罗志正委员 真的要证明自己不是影片中人 你不公开那个检验报告 不然你公开你背后那颗字 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讲 以我们的常理判断 身为做你的脸 这做得出来啦 你的身体特征 平常看不到的特征 都在这边 你要打脸这个身为影片很简单 你的身体特征跟那个不一样 不是吗 你看 这个影片 他的脸部旁边有 眼镜旁边有一颗字 你看这个第二个照片 他跟影片里面 有一颗字 这个身体 这个还是平常看得到的 我的意思是说身为 被阿局说已经检定报告出来了 而且第一次消息出来的时候 还说不是身为 媒体也报道 那后来他不敢承认这个结果 推给检调 那检调现在推给当事人 说当事人同意啊 就可以公告啊 那你就同意啊 那你就打脸啊 大家啊 然后就说 这个是中共借选啊 罗志正则是在脸书粉砖回应 网传不雅影片 以及与蔡总统的录音档 都是境外网站借选操作 希望媒体民众不要传播 以免触发 继续联系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的松信选区 竞争激烈 由于1月9号被对手脸书指控 竞选看板违法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许淑华 立即找来调车 拆掉被指控违规的选举看板 事故人员通过调车将位于台北市吉林路上这篇 萧美琴与许淑华联明的竞选海报拆除 当事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许淑华也在下方全程关注 因为对手检举竞选看板违规 许淑华表示只要是违规违法就依法办理 政治人物更要以身作折 因此尽管距离投票剩不到几天 他仍然决定当天立即雇工进行拆除 可以 我霸气的说 我立即拆除 而且我刚才 我刚早上发现他指控我 反部广告的时候 我马上去申请入选 马上通知我厂商 我待会就拆给大家看 我一请他立即就拆除 不要拖到民间 我觉得一个民意代表 要带头做 你就要好好的面对 接受错误 好好的承担 好好面对 立即拆除 我觉得他应该也要反得到 许淑华也秀出一张车辆围停的罚单 强调自己绝不会像对手一样当狗仔 会做协助民众解决问题 当民众靠山的民意代表 但是我要宣誓的就是说 只要是违法违规的事情 我会依欠依法办理 但是我绝对不会当狗仔 到处去检举别人 或者是制造别人的麻烦 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其实违规事情是小 现在这次的选举 其实弄到的每次只要是抹黑造谣 雷特市症并有关怀协会 松酸持有工也捐了尿布及轮椅 帮助雷特市症的患者家庭来减轻负担 雷特市症是一种罕见的复杂性神经系统疾病 发病儿童99.5%是女孩 发病后会有快速退化 发展迟缓的现象 终身残疾需要人照顾十一住行 为了帮助雷特市患者家庭减轻负担 台北市南方福伦社发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精神 号召九个分社捐款给雷特市症并有关怀协会 台北市南方福伦社已经是第十一届了 我们连续六年不断地支持雷特市症关怀协会 会有这样的因缘是在六年前 我们的社长跟真理事长发现 这是一群需要关怀的团体 每一个家长他都深悲得非常这个很用心的照顾 他们这个特殊罕见疾病的小孩 而我们社里面包括我个人 也都是经历了家人的这一种癌症 中风等等的被关怀 而且我们自己照顾着的一些心路历程 也因此我们倍感深受 也是人机几机人力几利的心态 我们将持续地尽我们自己的微博之力 刚开始两三年 我们都是用台北市南方福伦社自己的微博的力量进行捐赠 后来我们集结了3523第六分区九个分社 大家一起来做击杀成塔 目前已经到了足够的规模 今年我们除了17万的捐赠以外 我个人也尽微博之力 送了将近20万的礼品给每一个家庭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社会有知知识 能够共同来照顾这一群罕见疾病的小孩 长期投入公益的台北市松山慈佑公 也每年捐助100万元尿布给病友家庭 去年开始更加码捐助一年十步轮椅 帮助病友在生活上获得更好的辅助 关于这个连累市政 当初是那个亚利亚来找我 所以我就跟董事会报告以后 董事会就给我们一个一年100万的额度 去捐献他们做买尿布 那当然我想到尿布啊 体积庞大 所以我就用那个加勒服旅舰 他们需要多少的时候去领 这样才不会存积在家里 因为病患家里的话 情情也是很辛苦的 那这五六年来啊 我们每年都帮忙他 那当然在去年啊 雅力在跟我讲说 因为这些连累市政的小孩子啊 坐的轮椅啊有问题 因为这个轮椅啊 轮椅不好的话 对他们的脊椅啊外面都会一直倾斜 所以他们找到那个意大利的厂商啊 就来想这个轮椅的事情 特殊轮椅 因为来轮椅大概十几万 那当然后来我在去年的董事会就提出来 在家嘛一年给他们提供十台的这个特殊轮椅给他们 所以我想我们这留系几年下来帮忙他也相当多了 因为这个小孩子家长都很辛苦 一个都没有办法上班赚钱 所以生活都不是很好 那当然我们进行我们一起之力可以帮忙他 我们想说陆续的帮忙 我们董事会通过以后我就可以每年都可以做这样 由于雷特式儿童从出生到发病前都非常正常 且99.5%的患者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在六个月到一岁半发病后 开始会有智能不足的现象 有部分病童会出现重复性不断洗手的刻板动作 呼吁家长多留意 我们雷特式儿童是罕见疾病中的罕见疾病 那雷特式儿童我们是万分之一 一万个只有一个 那在全世界来说每两小时就会担心一位雷特式儿童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的症状就是会慢慢的退化 其实像我本身也是家长 我小朋友在一岁半以前都是会叫爸爸妈妈 跟一般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 可是一岁半以后他开始就变得比较沉默 然后有典型的戳手症状 所以说才会去做一些检查 才知道说他是基因上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误诊以为是说他是父母亲带来的基因 其实他是自己带来的基因 而不是遗传 对 听你家长如果说有遇到说 我们有些特殊的戳手的症状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是不是其他的病症等等可以去做一多方面的检查 来去做了解 其实我们提供病友的话 就是我们成立这个协会就帮助有更需要的病友 包括就是说有的家庭可能有需要上 会比较贫穷或者说就是尿布的资源 因为尿布是长期需要 一定是长期要需要用到的 包括后续的附件 包括像是用家的一些轮椅等等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的话 他是全身就瘫痪 全身退化瘫痪 所以会有像我们持有工就很棒 今年又补助另外100万来帮助我们的病友家庭 来做那个特殊的推测 因为我们是算是罕见中的罕见疾病 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误判他的症状 所以也希望在未来里 就是让大家多关注我们雷特殊症 当有发生我们很典型的状况就是有戳手的状况 那当然有这个戳手的症状也可以跟我们 罕见疾病的基金会或跟我们的雷特症 跟我们这边来让我们知道 我们来做多方面的关心 去帮忙他的物资 还是所有需要上的地方 我们就会持续的去帮忙 2014年成立的台湾雷特市政 病友关怀协会 是由一群病友家长创立 10年来不断照顾支持 及关怀雷特市政病友及家庭 建立有品质的生活 而目前正筹备雷雷全能护理照顾中心 希望社会大众多多支持 帮助累累家庭 继续离席会台北报道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 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一场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扭曲罩等 这是骗点击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 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 二听 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带你来看 有一名潜水教练 为了要救学员 被渔船螺旋桨截断了左小腿 当下及时找回了断肢 再加上 技能常跟医院团队全力治疗下 事隔三个多月 无信潜水教练顺利直回断肢 甚至还可以正常行走 院方呼吁民众碰到断肢意外 要谨记三大抢 这重点 就是要把握黄金六小时 尽速送医 记者会上 吴先生行走自如 还能想象去年八月 他的左小腿被整治截断 回忆事发经过 从事潜水教练工作的吴先生说 当时第一个念头 就是先救学员 渔船蛮大哨的渔船 是很大哨 他是直接从 因为我看到船的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 在学生的正后方 赶快先把他压下去之后 用气柄去顶着船底 然后 闪那个螺旋桨 然后压过去这样子 你是先救了学生 就把他拉下去 不然第一个就 在左小腿被截断后 吴先生发挥自救能力 用身上潜水装备的呼吸锁带 迅速止血 还把学员安全带上岸 并请其他潜水教练 下水斜巡断肢 冷静的态度 连医生都佩服 我们是有二极头 就有呼吸 它有长长的管子 它就像是 类似我们的皮带 它有点像皮 有一点点 它一点点弹性 然后就直接这边绕过去 全部把它拉紧 越紧越好 一直拉得非常紧 完全没有感觉 然后看到血没有流 然后就这样子 它掉在水里面 因为本身都有穿潜水衣 所以它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那个断肢 是被包在潜水的 那个鞋套里面 鞋套里面的 所以刚刚好是一个 算是比较好的包覆 然后送过来 然后我们当然 就是在把外在的东西 去除掉之后 然后将断肢做完检查 一并的一起送到开楼房 解开护具脱下长袜 手术疤痕清晰可见 为了接回吴先生的断肢 基隆肠额医院 从急诊 麻醉 骨科 到整形外科与复健科 医疗团队通力合作 经过12个小时的紧急手术 终于保住吴先生的左小腿 手术的部分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它是创伤截面 创伤截面的时候 还是会伴随一个部分的 这个创伤区域 所以整形外科这个部分 其实是由从对侧 病患对侧的小腿 取一个差不多 30公分长的一个 筋脉做移植 那其实有重建 大概两套的血液循环 包含重要的这个运动的 和这个感觉神经 另外也将这个前后 和外侧的这些肌肉 大约有10条左右的肌肉 去做一个完整的重建 所以在这个重置手术之后 其实这个 就目前现况看起来 这些肌肉的收缩 和力量的传递 都达到不错的效果 进入肠科医院 整形外科医师 所谓控制伤害就是说 这些断肢的 阶段通常有时候会伴随 一些比较重要的血管 造成大量的血液流失 可能就会造成病人休克 甚至失去一室 陷入更危险的状态 所以第一时间 去减少出血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做这个肢端的直接加压 去减少出血控制伤害 那第二步呢 同时之间也不能忘记 我们这个脱落下来的肢体 所以很好的保存肢体 减少肢体送达这个 适当医学中心的时间 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肢体如何保存 最主要就是将肢体 可能要放置在一个 手边壳的一个干净的塑胶袋里面 那在袋子的外面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是以一个冰浴的水 去做一个冰水浴 尽量去降低肢体的温度 那我们比较不建议的是 直接用冰块去接触肢体 因为有时候太过冷的情况下 也怕这肢体造成冻伤 所以我们会建议 装在干净的塑胶袋里面 同时外面以冰浴 去降低断断肢体的 这个温度 然后争取一些这个 缺血的事 就是减少了缺血 带来的后续的后遗症 以及伤害这样子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竞速的送移 虽然遭逢这么重大的意外 以及接下来漫长的复健过程 不过吴先生对自己 以及对基隆长恩医疗团队 非常有信心 相信未来一定能重回大海 再做最爱的潜水教练工作 我还是会继续潜水 因为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第一学生也没有事 然后学生安全之后 然后第二我想说 我的脚接不接得回去 然后接不回去的话 装医治可不可以潜水 就这样子 我就想到这样子而已 不过他已经接回去了 然后就接下来 就继续的去 跟他积极的治疗 基隆长恩医院院长 赖奇俊也以 帕登区骨点多用 勉励吴先生 同时希望 以吴先生正面的成功案例 鼓励有类似病况的病友 相信专业配合治疗 积极复健 一定有机会重回正常生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摄护腺肥大可说是难言之隐 有不少50岁以上的民众 因为害怕手术 宁可强忍 有泌尿道科医生就提醒 高龄手术风险的患者 想疏通下水道 有三种微创治疗的选择 摄护腺肥大会影响 下泌尿道功能 是男性患者 来到泌尿科的主因之一 50岁以后 约5成男性 开始出现下泌尿道症状 80岁肾行率高达8成 诊所泌尿科主治医师张云竹说明 摄护腺位于膀胱出口下方 随着年纪增长 慢性发炎 男性荷尔蒙的刺激 会逐渐增生肥大 日益严重时会排尿断序 且尿不干净 尿后滴滴答答 平尿 甚至尿失禁 夜尿等 那么摄护腺呢 它其实可以说是人体的器官当中 最不服老的一个 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们皮肤毛发或其他内脏的功能 都会逐渐的衰败 或者说退化 但是摄护腺反而是越来越肥大 那从50岁开始呢 已经高达有50%的男性 都会出现一些 因为摄护腺肥大 而造成的脑仁下泌尿道症状 所谓的下泌尿道症状 其实可以分为两类 首先是因为摄护腺肥大本身夾急的尿道 所造成排尿尿不干净 尿流缓慢 或是尿后滴滴答答的情形 又因为这些增生的组织 刺激到了膀胱 造成一个贫尿 急尿感 或甚至你急迫性尿失禁 又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这种刺激感频频的起身 必须去验尿的情形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患者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持续药物 去控制这些症状 我们医生会比较积极主动 会建议他接受手术呢 主要是有以下的条件 那当然就是已经吃药吃到说 他虽然已经吃了两三种药物 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控制 他这个下泌尿道的症状 又或者说这些药物呢 造成他其他的副作用 或者是说已经非常厌倦 不想要再吃药 因为可能还有吃其他的一些 代谢性疾病的药物 又或者说 因为他这个摄护腺肥大阻塞 造成了反复泌尿道的感染 或产生了结石 或是急性的尿滞流 必须跑到急诊去插尿管 倒尿的状况 又或者是说 因为他这个下泌尿道 摄护腺的阻塞 造成了上泌尿道 胜功能的一个恶化 有这些状况的患者呢 我们就会比较积极的跟他讨论 是否需要比较去考虑手术 来治疗他的摄护腺肥大 随着摄护腺它日益肥大 越来越肥大 他当然就会把这个中间 穿过的摄护腺尿道端 夹得越来越紧 因此排尿就会出现了种种的障碍 以及困难 那么上天为我们所创造的 这个下泌尿道的结构 除了膀胱 摄护腺 以及尿道以外 其实它是非常精巧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年轻 没有摄护腺肥大问题时 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憋尿 还有自由的解放呢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内阔约肌 以及外阔约肌 一个神经肌肉的控制 那这也是我们手术的重点了 我们不仅要去处理这个 摄护腺的肥大区域 尽可能的将它完全清除 我们也同时必须维持内阔约肌 和外阔约肌的一个完整性 才能够避免那些诸多的 术后并发症 一般来说通常会先使用 口服药物治疗 当药物治疗效果有限 或因为摄护腺阻塞 造成反复密尿道感染或结石 尿滞流肾功能恶化时 就是手术治疗时机 摄护腺肥大的治疗方式选择多元 可与医师讨论适合方式 我们来看这是人类 近120年来以手术治疗 摄护腺肥大的一个进程 首先是1900年代 那个时候进行的 当然就是一个在下腹 开一个非常大的伤口 那把摄护腺组织都掏出来之后 把肚子关起来 那这样子的过程 大家可以想象 住院天数时间很长 并发症也相当的多 到了1950年代 因为器械的进步 内饰镜 它可以开始从尿道进去 去把摄护腺的组织进行切除 那这样子的手法 一直到了1990年代 才开始出现了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看到诸多 就是各式各样去 以不同的方法治疗 摄护腺肥大的手法出现 那其中被视为 这个时代的黄金准则 则是雷射的 是弯除术 那有可能是以火雷射来进行 或者说在2005年 我们现在最新的方法 是以丢雷射来进行的 那以内饰镜 雷射去做个微创手术的优点 当然就是粗血少 组织的热伤害比较浅 因此它可以说是高龄 或是有其他共病患者 一个最佳选择 那雷射手术更精细的来看 其实它不是只有一种做法的 不同家的做法 可以大致归类为三项 气化术 切除术 和弯除术 那么我们要讨论说 这三者当中 在手术率跟并发症 几率最低的 则是弯除术 为什么我们又回到 这个解剖的一个构造过来看 当我们的内饰镜 带着雷射 从这个尿道段进入 前往这个摄护线的肥大区时 如果你采取的是切除术 那你就会像是拿着冰淇淋的挖勺 一口一口由内往外 把这些肥大组织挖掉 那如果你是气化术的话呢 则是进来这边 像是拿着瓦斯枪 对着这些肥大组织 烧啊烧啊烧啊 从内往外 想要把这些肥大区 进行一个彻底的清除 然而这样的做法 在这两者身上 都会有无法彻底清除 或者是说破坏到该有的 一个天然组织的问题 那么弯除术 它就可以达到三者当中 一个复发率最低 以及并发症几率最低的原因呢 则是因为它带着雷射进来 这个尿道之后 对着这个肥大的摄护线组织 它不是急着从内往外 去进行处理哦 它是要非常精巧的 用雷射和一个剥离器 逐渐的找到这个摄护线的肥大区 和摄护线的包膜 两者之间一个天然的 我们称为手术层面的一个区域 那四面八方走的这个区域呢 当然是非常需要高度的一个技术 还有经验的 那找到这个区域之后 我们反而可以借由上天问 我们准备了这个clamp 这个层面 把摄护线的肥大区 完全的推进膀胱当中 同时保留这个内扩约织 和外扩约织的完整性 那这是我们一个 每天都在处理一个临床案例 那在这边给各位参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树前的超音波 膀胱就是这一包装着黑黑的一个水 也就是尿 他的下方就是摄护线的组织 可以看到患者已经有明显的摄护线肥大 所以夹急的尿道使他产生了种种的 下面要到症状 那这个是经过丢雷射摄护线 弯除手术后一个手术结束的一个牌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外扩约织这一圈 跟内扩约织这一圈 都是维持着相当天然完整的一个状态 那么尿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松开 可以看到肥大组织都彻底的被清除干净 反而是只留下了这个摄护线包膜 所形成的一个新尿道 那术前长这个模样 术后三个月呢 我们追踪超音波可以看到 中间的肥大组织已经完全的彻底清除 只留下由包膜所形成的一个新尿道 那此时患者当然是相当开心的 他的排尿功能得到很大的一个环节 不少人是忍到受不了才愿意手术 平均拖到十年以上 背后原因竟然是害怕术后排尿疼痛 但其实术后恢复其仅两周 是不少患者缓解排尿困难的好选择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台湾国乐团 携手韩国国立国乐院 带来台韩音乐交流合作MOU的最后演出 韩国音乐风情音乐会 展开跨文化对话 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的旋律声响间 认识台韩不同的音乐文化 由二胡西琴演奏的双斜奏曲二贤 与台韩两国国乐团 合奏出震撼人心的乐曲 2018年起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国乐团 携手韩国国立国乐院 搭起两地的音乐桥梁 本次韩国音乐风情 是台韩音乐交流合作 长达六年NOU的最后演出 透过双方演奏家的交流演出 展开跨文化的对话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 台湾国乐团推出的是管制 然后这个胡琴跟打击的乐 那么相对这三种乐器 韩国是叫臂力 然后一个就叫西琴 一个叫四五 那在乐器上 他们的都比较细跟小 那我们的会比较 管子会比较粗一点 跟比较长一点 但是也因为这个乐器的构造不同 他们虽然都属于传统乐 奏出的乐器的音响也好 旋律也好 高低音的幅度也好 其实都有点不同 那也因为这种不同 和平起来会更有层次性 而且和平起来 你听得见韩国风 你也听得见台湾的在地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让彼此透过音乐认识对方 也一听就说 这是台湾的 一听这是韩国的 可是和平起来 却又是这么的柔和 这么的融合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未来的交流的方向 那虽然今年是最后一年 但是这个最后一年却是我们台韩在音乐 在传统戏曲上 更深化的开端 未来我们不断的会持续在国乐上 台湾的音乐上做国际的交流 而且我们也在李代表的合作之下 也会将我们的戏曲 也带到韩国去 我想透过文化的交流 会是最美丽的名片 也是会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那我们也期待有不同的MOU出现 其实台湾跟韩国两个国家 我们有非常多的领域都有在合作 包括像是经济上的等等 然后尤其韩国因为有韩流文化的关系 台湾的观众都非常的关心 那现在不只是韩流现在的文化之外 我们这次的交流也给各位展现了 就是传统音乐的一个交流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不只是演奏而已 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表演 更多的像是戏曲上面等等的合作 台湾与韩国两地的国乐 随着历史长河与地域差异 既一脉相成又多元演变 发展出多彩多姿 又独特的技法与曲风 将透过韩国音乐风情 毫无保留地呈现 像我们今天表演有使用到 二胡跟西琴嘛对不对 那二胡跟西琴 他们两个真的是长得非常相似 他们的弦的数量也是一样 可是如果仔细去听他们音色的话 你会发现啊 就是韩国的西琴 它的音色是比较属于音的 然后台湾的二胡 就是比较阳的这样子感觉 它会比较更明亮一点 包括像是韩国的臂力 跟台湾的管子也是一样 虽然长得非常相似 可是台湾的乐器 它的那个声音 就是会比较大 比较明亮 我们台湾的管子跟韩国的臂力 其实真的长得非常相似 它不管是长相 或者是它其实整个乐器的节奏 都很相似 那可是我们实际上 还是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发展下来的音乐嘛 所以呢 它虽然很相似 但它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 比方说像是管子 它的声音其实会更强烈 然后其实它的音域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臂力的话呢 它会比较柔软 而且它会比较低音 在他们练习的时候啊 就是互相这样子学习 也有发现说 除了本身乐器的差异之外 台湾跟韩国就是在吹 那个乐器的方法 然后还有它的演奏的方法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金正老师介绍是西琴跟二虎的不一样 然后这两个乐器是当时的诞生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有所不同 尤其是在就是制造乐器的材料 然后以及它的就是演奏的方法的话 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 像是那个韩国的西琴呢 他们其实到现在都还是用一些 比较传统的方式在制作 比方说他们是用那个蚕丝之类的制作 那可是台湾的二虎呢 它可能会用一些就是金属的那样子的弦线 然后所以这也就造成 他们两边的音色会不一样 另外在演奏法上面的话呢 韩国的西琴它比较多是就是用按压弦的方式来演出 可是台湾的二虎呢 则是就是比较是用这样子移动的方式来做演出 因为它是韩国作曲家 所以它写的东西就是比较偏韩国传统音乐 那在这方面它一定是会依照说 他们传统乐器西琴的演奏法去写作 那所以在这部分我就会特别去上网 比如说可能看一下影片西琴什么的演奏 诠释法然后去揣摩说 我应该要比较怎么样演奏 才会比较贴近它西琴的演奏方式 这样会比较融合 韩国音乐风琴音乐会12月8号12月9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演出 12月8号为韩国国立国乐院专场 12月9号由韩国国立国乐院艺术总监 全新泽指挥两团同台共演 带来国际交流的压轴演出 邀请乐迷们欣赏韩国音乐的迷人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 将在1月13号这个礼拜六上午8点到下午4点 举行投票 吉永市选委会特别召开记者会 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为台湾的民主贡献心力 1月13 永越投票 基隆市选委会召开记者会 特别邀请年轻族群的在地基隆人网红许悦 以总统立委选举手投足的身份 来担任这次记者会的特别来宾 呼吁大家珍惜手中神圣的选票 永越出来投票 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受基隆市政府邀请来担任宣传大使 那希望大家能踊跃的投票 在我周围环境的朋友们们 大家都非常的踊跃都会返乡投票 所以呢希望在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一定要记得回家投票哦 然后你自己也是手头族 是不是也可以大概讲一下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手头族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前往投票所 投出这个神圣的一票之外 当然相关的选务的一些相关规定 例如不要带手机进去 不然你就要关机 第二个是当然选票不要乱撕毁 或把不必要的东西投到票轨里面 这个都是不应该的 我想我们在选举这个 除了把自己神圣的一票投出之外 这些相关的一些NG的事情 绝对不要犯 让我们这个整个选务 能够推动的更顺利 谢谢 基隆市选委会主委方定安表示 这次选举基隆最多人数的投票所 为安乐区新伦李一 有2163人 最少人数的投票所 是七堵区巴德李一 有273人 选委会也提醒 总统立委选举 共有五种选举票 并以颜色来区分 请选民投票时特别注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在党籍市议员的力挺下 进行全市各区的车队扫街拜票 受到民众和支持者的热情欢迎 希望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距离2024总统及立委大选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在安乐区党籍市议员郑凯玲 秦真以及于三发和服务处主任 也是前市议员沈亿传等人力挺下 开始从自己的本命区 也就是安乐区 进行车队扫街拜票 穿梭大街小巷 受到民众和支持者的热情欢迎 尽全力争取民众 立委票投5号林佩祥 总统票投3号侯友宜赵绍康 政党票投9号国民党 你投票日只剩下4天 那在最后这几天里面 佩祥就会做全市的车队扫街 当然第一站就是我最熟悉的安乐区 我也请我们安乐区的 我们党籍的一座一起 帮我加持 然后在我们安乐区 尽量获得我们区域所有好朋友 所有相亲的支持 那之后会在每一区 我都会做车队扫街 然后在最后几天了 再努力一下 获得我们全基隆市的支持 不只帮佩祥5号自己拉票 也帮3号的侯友宜 一起加油一起打拼 让我们在1月13号 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让我们能够实现政党轮替 让基隆变得更好 投票前最后三天 也将在全市其他六个区 进行车队扫街拜票活动 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跳投539 幸福999 5号迎飞翔 武告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 中和路168下 武闹55号附近 靠近J区的党土墙 常年受到大排水沟 水流冲刷的影响 党土墙地基 疑似受到掏空 市议员宋伟丽 邀请公务处前往会刊 争取2000万元以上的灾害预备金 维修补偿 预定5月前施工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和中山区中和里长 苏彩雪以及和庆里长陈家和 一起会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下水道科长等人 看着党土墙地基疑似遭受水流掏空的情况 这里是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中和路168项五弄55号附近 靠近J区这边的党土墙 常年受到大排水沟水流冲刷的影响 党土墙地基受到掏空 当地住户和里长担心影响上面房屋的安全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宋伟丽陈勤 宋伟丽也立刻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前往会刊 至少争取2000万元以上的灾害准备金维修补墙 预定5月前进场施工 接获两位里长的通报 就是这边整个党土墙都似乎一试掏空的状况 那每年市政府来苏郡的话 苏郡一次然后就感觉党土墙就溃体一次 所以说今天才请我们下水道科来到现场 希望能够尽快地处理 建议市政府能够用紧急预备金来处理这事情 因为它是属于立即性的 而且蛮紧急的 因为不要再浪水 然后渗透到民房的房子底下 怕万一整个都会掏空掉 宋议员建议的这一段 其实上我们已经有请过公司先盖估这边 需要的维护金费 大概可能是维修的金费 目前先盖估2000万 不过因为刚才看到好像长度会在增长 所以这个经费上可能会在增加 那我们后续会以灾害准备金的相关的办法 加速这个程序 尽快把这边修复 维护民众的安全 对于市议员宋伟丽的争取 两位里长和住户代表都非常感谢 不过因为这里的大排水沟弯弯曲曲 也造成部分河道冲刷掏空更严重 因此市政府公务处下水道科指出 还要再经过更仔细的查看评估 才能决定最后必须再增加多少补强的经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消防局七堵分队 利用假日走入传统市场 拿起大声工向民众宣导 使用热水器和瓦斯炉一定要开窗 热水器一定要装在户外 才能避免瓦斯燃烧不完全 引发液氧化碳中毒 寒流一波接着一波 低温又加上下雨 让基隆人感觉更冷 民众在家门窗都紧闭 如果使用电热水器或瓦斯 在室内密不透风的空间 最容易产生液氧化碳中毒 我们家现在热水器是装在室内 而且没有强制排气设备 所以怕遇到天冷 然后窗户都关起来 每到冬天各县市液氧化碳中毒事件频传 尤其是12月到农历春节期间 最容易发生不幸意外 就用消防局企图分队 利用假日来到南新市场 拿着大声工向民众宣导预防药林 我们如果进去 昨天就室外 没有昨天室内 如果生辛苦 没有大家一直洗就是 没有大家一直轮流洗轮流洗 这样比较危险 有的比较年纪大一点 还不晓得 人家讲他就会更了解 星期六日 市场人潮众多 我们希望借由傅宣 宣导妹姐妹的力量 一起来跟民众做一个宣导 在冬天家中如果有装热水器的时候 在室内密閉空间 一定要装强制排气的热水器 选购热水器除了要合格认证的厂牌之外 热水器也要装在户外通风良好 而消防局每年都有补助热水器安装 民众若有需求都可以求助各消防分队 朋友家中有热水器更换的问题 其实只要拨打电话到我们的119 119会帮我们转到你所住的各个分队那边 那我们各消防分队会有专人到府上 为您做一个服务 了解你府上的热水器的状况 那也有更换也有补助的部分 现在室内的会装的比较少 大部分都装在室外或是阳台 阳台的话会用墙台的方式把它装置出去 然后我们在独居老人跟一些长者的部分 我们都会差不多两三个月 会安排一次会去帮他做访试 消防队员拿起了大声工 走入传统市场 不断的提醒再提醒 就怕民众疏于防范 就可能发生不幸意外 记者黄绍铭吉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